我们回到房屋装修的时候 有一些墙人们不喜欢就把它拆掉了 这块有个原来有墙拆掉的痕迹 然后这边墙,你看这是一个墙拆掉的痕迹 这个天花碗也是拆掉的,昨天补上了 这个我们现在就要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样补这个墙,补这个墙有哪些技巧 和注意的事项 比方说这个墙呢,我们先做到的 你想补这个街道呢,想补灰板呢,没法补 那么怎么办呢,看看 我们现在就要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,首先量一下这块 这块,没法定灰板 这块没有办法定灰板 只要量出这个尺寸来 把它补一个条子 哦, maybe here, maybe need a 2x4 这块需要一个2x4 40分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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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注意到以後,重點與文件的屁股 在這個屁股中的屁股上 你會看到這板的屁股 它部份上的屁股 是一張屁股與椅上有一個屁股 他手上的屁股 一切都捂到 这部位是银起 我会因为银起来 然后银起来 银起来 然后银起来 然后银起来 然后这辆的带来 很穩的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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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再用一根招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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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两个对吧 一个是放口的 一个是随手口的 这是开脑 这个是放肩的 这个是放肩的 这个是非常坚弱 然后我又要 刚刚看到的装修呢,这块是更幸福的 不知道为什么都弄到这边来了 那这样的话,我们第一步把线扎拉掉 然后呢,把线割断 从这个木头里面的木方里面去运到这个边上来 它不能在中间呆了 怎么看看 好 因为这是旧房,它很多地方在装修处理中都不断了 有些地方需要重新调整,包括这些电线都需要重新布线 但是局员手套很关键,即使电渣拉掉了,要防备万一 好, careful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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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些屁股现在已经破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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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么 好 1 2 3 4 4 6 7 8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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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昨天这个片花呢还是很破 现在呢都已经修补上了 修补上了呢现在就差这块把这个垫怎样处理 这个先放到下一步 先把墙大面积的都补上 然后小的地方再缩 再看看这个房间 这个房间也是 原来那个天花板都要掉了 因为他们拆的过程中啊 把这个衣柜拆的过程中呢 天花板都要掉了 因为有些凉啊他们有差一些的都没有支撑了 里边重新做点凉 然后呢又把这个地方坑都修补上了 这是原来卫生间的寒迹 当然这个干了之后呢 还是需要再进一步去披这个灰 因为一次很难披到位 再次凉落去 再次凉落去 凉落去 感谢观看